作者 按摩师 演播 画骨 浮白 后期制作 林恩 第八十一集 此时呢 经过救治 两人神志已经恢复清醒了 缓缓苏醒过来 肖战大人 见到肖战 两人鼻子一酸 痛哭流涕 你们两个放心 现在没事了 对了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 肖战宁声问道 两人对望一眼 其中一人咬咬牙 眸中带着怨恨 是大魏国的曹衡 是啊 我们两个刚刚传送进去 发现彼此居然在一块 正准备联手行动 就遇见了大魏国曹衡 此人二话不说 先夺走我们之前猎杀的一头血兽血精 紧接着 就对我们两人痛下杀手 若非弟子第一时间捏碎玉盘 恐怕已经死了 是他 肖战面色一沉 眼中射出了寒芒 哈哈哈哈 好啊 干得好啊 三王子殿下不愧是三王子殿下 果然是行事果断啊 只可惜了下手轻了点 没杀死这两个废物 突兀的 一道嘲讽之声传来 大魏国一方 虎庆冷笑道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肖战转头怒目而视 怎么着 我说错了 生存历练 本就是适者生存 实力弱 被淘汰了 只能怪自己实力不济 怨不得别人 肖庆冷笑道 嗯 没错 若是我大魏国弟子被淘汰而出 老夫非但不会宽慰 反而要严加责罚 不像有些国家 弟子被淘汰了还哭哭啼啼的 以为自己三岁小孩呢 玉池城也冷笑道 此时啊 大魏国众弟子 都笑了 可恶 肖战咬牙 但是却无话可说 生存历练 本就是比拼实力的时候 气不如人 若是在大吵大闹 反而在其他王国面前 更丢脸了 我们回去 让人抬着乔政和许光 肖战他们回到自己驻扎地 只是呢 接下来这段时间 阵法中不断有人被淘汰 其中啊 大齐国弟子几乎占了一半 每一个出来都是浑身鲜血 狼狈不堪 甚至有几个 差点没救过来 仅仅三个时辰 大齐国足足有三十名弟子 已经被淘汰了 一询问 几乎全部都是大魏国 还有鬼仙派弟子出手 只要相遇 定然是一场惨力厮杀 肖战的脸色阴沉无比 短短三个时辰 这被淘汰的已经有三十多人了 等到五天之后 出事结束了 大齐国还能有多少弟子剩下 更让肖战揪心的是 被淘汰的弟子就有这么多 定然有没来得及捏碎玉牌 被大魏国和鬼仙派击杀的 这部分弟子到底得有多少啊 大魏国和鬼仙派一方 则是满脸笑容 特别是玉池城啊 时不时还嘲讽两声 惹得肖战怒发冲冠 几乎要爆了 肖战的肖战 以往你不是很嚣张吗 今天我玉池城就让你知道 得罪我大魏国下场究竟是什么 这一件五国大笔 你大齐国休想有人闯进前十 肖战越愤怒 玉池城的心里越开心 见到大齐国大魏国 厮杀这么惨烈 其他势力舞者呢 也是忧心忡忡 看来这一届五国大笔啊 并不安宁 两大强国之间火并 对他们这些小势力而言 绝非好事啊 一时间呢 诸多小势力心中暗自祈祷 希望两大强国之间的争斗 别波及到他们这些小势力上 历练之地外 凝重的气氛 没有影响到山林中历练的人 茂密的丛林里 秦晨悠哉悠哉地走着 此地天地真气十分浓郁 而且竟然能跃遇出 灵随池这样的地方 这妖族山脉 定然隐藏有什么秘密 感受着天地间的灵气 秦晨凝视远方 若有所思 他翻阅过大齐国的藏书阁 也知道这西北五国呢 应该位于天武大陆 极为西北之地 十分的偏僻 贫瘠 前世的他 根本没听过此地 但重生之后 他却发现此地非同一般 能够跃遇出 灵随池的山脉 定然隐藏有巨大的秘密 而这样的山脉里 定然也是危机重重 更何况秦晨也打听过了 自己手中的神秘铁剑 来自于圣洛秘境中的某个遗迹 而那圣洛秘境 就位于妖族山脉里 这把神秘铁剑 明显是黑暗时代之前的物品 直到现在 秦晨还没弄清其来历 这也让秦晨对于妖族山脉 愈发好奇了 等我修为更强点 倒可以仔细一探 正想着 前方突然传来战斗之声 上前一看 就看见一名年轻武者 正在跟一头 地级初期的 清凤罗文豹战斗 此人修为呢 在地级初期巅峰 明显就是一小势力弟子 正与那清凤罗文豹战斗的 难解难分 他刀法威力虽然不强 但是颇具悟性 除了修为较低 战斗天赋极高 战斗翻飞 武成一团 把那清凤罗文豹逼得 是频频后退 身上到处都是伤痕累累 那清凤罗文豹不行了 秦晨见状 威威摇头 果然 五个呼吸之后 清凤罗文豹被逼到了角落 发出一声悲愤的吼叫之后 被斩杀于当场 谁 那年轻武者正准备收割血精 突然觉察到什么 猛地看向秦晨所在 顿时脸色一变 是武大国的天才 嗖的一声 几乎没有犹豫 年轻武者连清凤罗文豹的血精 都没敢收 直接转身就跑了 这 我有这么吓人吗 看着对方离开的背影 秦晨一脸懵逼 他哪知道啊 在其他小事里天才眼中 武大强国的天才 武大强国的天才 简直是如同猛虎野兽一般的存在 眼看那人就要没入丛林 小事了 也不知从哪儿亮起一道刀芒 刀芒如地 一闪即逝 小事里天才瞪大惊恐的双眼 身体在奔跑之中 以分为二 重重地摔倒在地 心血横流 秦晨瞳孔骤然一鸣 一个地级初期巅峰的废物 也敢来参加武国大比 真是找死啊 不远处一棵大树下 走出一名身穿浸袍的舞者 嘴角挂着猙獰的笑容 是一名大外国的天才 似乎也经过血灵池洗礼了 秦晨停下脚步 看向对方 那名大外舞者 从被杀死的人身上搜寻了一下 找到两枚血精 撇了撇嘴 一脸失望到 那两颗地级初期血绍的血精啊 真是垃圾 而后 他转过头看向秦晨 宁笑道 不过我运气不错 竟然遇到了大齐国的天才 而且还是进入血灵池的天才 秦晨皱眉道 为了血精就这么杀人 你难道没有一丝怜悯之心吗 哦 怜悯之心 那是什么 大卫国舞者没想到啊 秦晨看到自己 他居然不逃 忍不住眯着眼睛 笑了起来 没想到啊 你胆子还挺大 不会以为 你能跟我一较高下吧 秦晨面无表情 你就这么肯定你能杀了我 大卫国舞者哈哈大笑道 你以为你进了血灵池就了不得了 秦晨 大齐国定武王的外孙 这一届天兴学院年末大考的冠军 我说的没错吧 你调查过我 秦晨眼睛一眯 你想太多了 这届大齐国 就如血灵池的天才 我们资料全都有 不过嘛 主要是为了调查 四王子跟那秦峰 你不过就是顺带的 一个在血灵池里都迷路的人 还真是值不得我提起兴趣 唯一能让我提起兴趣的 是你进入血灵池的身份 你应该不知道吧 曹衡王子说了 杀死任何一个大齐国 进入血灵池的天才 能得到一柄三阶宝兵啊 大卫国舞者笑了起来 三阶宝兵 还真是看得起我 不过嘛 也要看你拿不拿得到 秦晨洒然一笑 自己的命 居然值一柄三阶宝兵 这也太不值钱了 取你向上人头 还不是轻而易举的 大卫舞者盯着秦晨 看来 既如血灵池的身份 让你不以为能跟我对抗了 太可笑了 现在我就让你知道 同样是进入血灵池的天才 你我差距到底多大 那名大卫国舞者 猛地抽出战刀 身形一晃之间 冲出了数十米距离 仿佛眨眼之间 已经来到了秦晨面前 一刀就劈了下来 那战刀轰鸣 陡然爆发出一股恐怖的气息 上面浮现出无数阵纹 竟然是一柄二阶宝兵 而且还是二阶宝兵中的极品 倒倒真气锋刃 从那战刀上击飞出来 化为层层叠叠叠的飓风 将秦晨包裹了 带着可怕的切割之力 仿佛能把空气都切开 嗖的一声 秦晨身形暴退 躲开攻击 只见密密麻麻的刀刃 披在地面上 秦晨之前站立的一块巨石 陡然之间四分五力 化为积粉 积射的刀器将四周林木 进阶扫成碎末 几棵大树隆隆倒塌 烟沉四箭 躲 躲得了吗 天子一斩 大魏国武者大喝一声 双手紧握战刀 悍然向前方劈出 那刀体上陡然射出一道黑色刀器 刀器凌冽 向前斩出 击射而出的刀器将地面离出一道长长的沟壳 四周岩石树木纷纷爆碎 一股无形的刀之力笼罩四周 所有被这股力量笼罩的物体 全都位于这股刀之力之下 被死死锁定了 那刀之气下 秦晨感觉有一种无情力量锁定了自己 似乎怎么躲都躲不掉 既然不想我躲 又何须再躲 秦晨一笑 铁尖瞬间出现于手中 真气凝聚 向前劈出了一剑 清风剑法 清风剑法 这是大齐国前世修炼的一套剑法 十分简单朴素 却蕴含大道质简的道理 哼 堂堂大齐国天才 竟然拿一柄秀切 你是没武器了吗 见到秦晨的武器 对方大低眼镜 几乎笑喷了 但他手中进攻啊 丝毫不减 体内真气催动到了极致 两股巨大力量撞在一起 爆发出巨烈的轰鸣 周围十多棵树木进阶爆碎 两人之间地面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深坑 无数岩石爆碎 只肩漫天刀气粉碎 可秦晨劈出的剑气 却势如破竹 竟然并未泯灭 继续席卷向前 什么 大卫国武者脸色大变 大吼一声 劈在秦晨展出的剑气上 不 张嘴喷出一口鲜血 大卫国武者登登登 倒退了十几步 这才勉强站住身形 身体受了补兴的内伤 反观秦晨呢 他身形微然不动 有如磐石一般 怎么可能 你不过十五六岁 怎么能强大到如此地步 大卫国那名武者 抹去嘴角的血迹 难以置信地 看着面前的秦晨 在他看来 秦晨太过年轻了 虽然跟自己 都达到了地级后期 但是根本不可能 相提并论 毕竟 自己进入血灵池之前 已经是地级中期巅峰了 而对方进入血灵池前 似乎才地级初期啊 更何况 秦晨还这么年轻 他能达到这等修为 定然是服用了许多丹药 许多天才地宝 就算修为再高 体内真气也必定十分虚浮 而且战斗经验 肯定远远不如自己 其料啊 一交手之下 竟然是自己处于了下风 没想到你居然没死 看到对方受伤了 秦晨忍不住摇头 刚才那一剑呢 他只用了不到一成的力量 按照计算 这一成不到的力量 足以破开对方防御 但结果呢 只是让对方受伤了 这让秦晨忍不住失望 刚才那一剑 我出手时机不是十分好 若是再停顿一个呼吸出手 等到对方进攻之力 由胜转衰 恐怕一剑就能把他杀死 又或者 我出剑角度再向上偏一寸 也同样能把对方击杀 秦晨呢 还在暗中分析自己的错误 吸取教训呢 换作以前呢 肯定不会这样 但重生之后 修为产生了变化 一时之间有些拿捏不准 这才导致这种情况发生 不如就拿面前这家伙 练一练手 看着对方 秦晨两眼放光 秦晨摇头低咕 心中郁闷 那大魏国舞者 更是气得几乎爆炸了 你妹的 先前交手 你都占了上风了 在那又是摇头又是叹气的 装什么呀 你以为你一定能上我吗 可笑 怒吼一声 大魏国舞者身上 陡然浮现出一股脏青色的气息 身上力量以一种惊人的速度提升 这是 力量性血脉 秦晨诧异 没错 大魏国舞者张狂地大笑 信心满满道 我所觉醒的力量 乃是传说中二品侵蚀血脉 一旦激活了 力量能提升一倍以上 你刚才伤了我 以为一定能赢吗 他大笑着恢复了自信 身体犹如一条狂龙 朝着秦晨扑了过来 这一次呢 他的身上气势更甚了 仅仅只是飞略带动的进风 就引来了剧烈的阴暴 周围的大树全在进风中摇晃 这种场景太吓人了 足以移山填海 但秦晨两眼放光 兴奋无比 来得好 他收起绣剑冲了上去 只见两局身躯在虚空中碰撞 仿佛响起了惊雷 炸得地面岩石爆碎 离出了一个方圆数米的沟壳 这简直太强了 如果有普通舞者看到这一幕 一定会吓呆的 地级舞者力量能强到这个地步吗 太不可思议了 音爆声传来 秦晨在与对方激战 你来我往 双方都抛弃了武器 而是用铁拳硬碰硬 两人横穿山林 锁国之处 一棵棵大树被打爆了 那场景着实有些吓人 只是呢 双方谁都没占上风 好似势均力敌 谁也奈何不了谁 这怎么可能 你力量怎么这么强 大魏国舞者大叫 瞪大了眼睛 难以置信 自己都激活血脉了 力量至少暴涨一倍啊 这竟然没占据绝对上风 到底怎么回事 按照正常情况 对方此时应该被自己打爆了才对啊 可对方看似年轻 但身体中郁寒的力量 怎么就这么可怕呢 我就不信了 你力量比我还强 大魏国舞者大吼着 身上真气绽放 流光一彩 更加澎湃了 甚至连他气池都激荡起来 竭尽全力 这一场呢 他的力量再度提升了五分之一左右 这一下子 秦晨被打飞了 倒退出去十多米 双腿在岩石地面上 离出两条沟壳 这才止住了脚步 但随即呢 他又生龙火虎 挥动双拳 站了上来 大魏国舞者几乎要吐血了 这一家伙他铁打的呀 怎么一绝下来 一点事都没有啊 他心中忍不住生出了怯疑 好强啊 我快坚持不住了 就在这时 秦晨大叫道 一副竭尽全力 快支持不住的模样 顿时啊 这让对方再度燃起了信心 有种感觉 他只要再加一把劲 就能把秦晨打爆了 死 大魏国舞者大吼 瞪大眼睛 头发竖起 更加狂暴了 轰轰轰 接二连三的铁拳 朝着秦晨倾斜而来 每一拳都极为可怕 都能打爆一名 笔节后期巅峰的舞者 甚至 连一般天极初期的舞者前来 也是未必能承受 这拳力量重了点 这拳力量轻了点 这拳正好 要的就是这效果 激战之中 秦晨倒退 仔细揣摩 熟悉自己的力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